长篇玄幻小说 万古至尊 作者 太医生水 孙正宗吓得急忙把话说了回去 用手捂着脸 一脸愿毒的盯着李云霄看 但他怎么也想不明白 自己可是九星五世的武道势力 怎么会让对方打了一个耳光 而且感到必无可避 非挨上不可 趁我心情好 赶紧滚蛋 李云霄断喝一声 孙正宗立即露出猙獰的面孔 愤愤而去 李纯阳眼中爆出一丝杀气 寒声说道 小子 得罪了一名三阶数炼师 放虎归山留后患呢 我上去杀了他 不可 李云霄沉声说道 凡是在数炼师公会 有登记的数炼师 都只受数炼师工会的管辖 他虽然只有三阶的实力 但是在火屋帝国也算是有身份的人 若是平白无故地死了 数炼师工会一定会查到我们头上来的 放他回去也翻不起什么大浪的 李纯阳听得一愣一愣的 指着李云霄手中的徽章说道 你别跟我说 这个是真的 李云霄冷哼道 当然是真的 天舞大陆 谁敢仿制这东西 李纯阳额头上渗出丝丝冷汗来 小心地问道 那你 你真的是 哎 一名小数炼师而已 李云霄漫不经心地回答道 房间内敬了半嗓 突然传来李纯阳的大吼之声 小畜生 你还有多少事情瞒着我 你可是真能装啊 木桶当中的陈大生也是苦笑的 大哥 你真是后级有人了呀 年纪轻轻的 不仅是四星五世 而且更害人的 还是二阶数炼师 整个天水国 怕也是找不出第二个人了 李纯阳还是吹胡子瞪眼地骂道 这小子 这小子 但是难以掩饰他极度的喜悦之情 陈大生苦笑道 若是我那些后辈 有云霄十分之一的成就 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李云霄看了他一眼 老爷子称你为帝 你又叫大生 莫非你是陈真的祖父 你不是在几年前就已经战死了吗 李纯阳的眼中闪过哀伤之色 叹道 大生吴帝 完全是替我成了这个样子的 当年那一战 原本应该是我去的 可是我却在闭关之中 萧武王勤急之下 便选了大生一同前去 李云霄讶异道 萧亲王 莫非他身上的内伤 也是你们说的 在那一战的时候受的 李纯阳点头说道 不错 当年天水国和百战国 为了争夺火乌帝国 上位附属国的位置 在两国交界之处 百战国的昆金城内 派遣高手拼死一战 虽然参加人数不多 但惨烈程度 却丝毫不亚于百万大军交锋 那一战之下 当时的镇国神卫 五位小队统领纷纷战死 萧亲王的副手 同为武王境界的周林 也杀生成人 吴帝也就此落下了病根 他虽然没有亲眼所见 但也能想象当年厮杀程度之惨烈 陈大声苦涩地回忆道 当年虽然我天水国惨胜 但也是自伤八百 去了一百多人 全是五十以上的高手 活着回来的 却只有十几个 而且基本上都成残废了 当时我也自以为活不长久 幸亏老哥从火屋帝国 请来了孙正宗 替我把持住了伤势 李云霄恶然道 难怪现在镇国神卫的那些小队统领 个个都是年轻小伙子 原来老的都死光了 想不到一个小小的王国牌位 也竟然可以引发如此惨烈的战斗 这牌位到底是怎么回事 李春阳听他说的老气横秋 笑骂道 人家是年轻小伙子 你压的就是喝奶的娃了 他的目光也是有些萧瑟起来 开始解释起排位战来 火屋帝国 乃是天武大陆南部的三大帝国之一 共有九大附属王国 分为上位三国 中位三国和下位三国 若是王国中有六合径五宗强者 或者是四阶军级数联师 并且愿意留在王国坐镇的话 那么这个国家就自动上升为上位国 若是上位国的位置不满三个 剩下的则由中位国进行争夺 而中位国也是需要条件的 那就是必须要由五行径的五王强者 或者三阶数联师坐镇 五年前 正好空缺了一个上位国的名额 而有资格争夺的一共有三个国家 分别是天水国 百战国和东蜀国 东蜀国虽然有三阶数联师坐镇 但实力比天水国和百战国 还是差了一大截 所以这个名额在两国之间争夺 李云霄突然说道 那如何定排位战的胜负呢 是不是要把对方的五王 或者三阶数联师杀光 李春阳眼皮一瞪笑骂道 虽然各国资源分属自己 但是一旦突破到三阶数联师 或者五行径武王 则必须去火屋帝国登记注册 作为帝国的中间力量 一旦大国有战事 都必须听从调配 当然登记之后的好处也是极大的 每年火屋帝国都会有大量的配给各种修炼的资源 他继续说道 所以三阶数联师和五王强者都是宝贵的资源 火屋帝国也会十分注意 尽量的避免损伤 判断胜负的标准就是打到一方认输而已 不认输的话就继续杀 将一国国力杀光为止 李云霄叹道 想不到为了一个排位竟然如此残酷 李春阳神色一正 冷然说道 残酷 在这个大陆上生存 最为重要的就是实力 而实力靠什么来保障 那就是资源 排位站的背后 隐藏的便是资源之争 曾经有个亡国至死不服输 整个国家就连根拔起 王室也被斩杀一空 浸泡在木桶当中的陈大生叹息道 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除稿 李春阳正色道 而真正决定实力强弱的 都是高端战力 这便是诸国都必须招揽强大的武者 而很多帝国的背后 本就是强大的宗派和世家势力在支撑 比如我们依附的火屋帝国 身后的靠山便是巨天宗 巨天宗 李云霄一愣 脸色有些古怪起来 他隐隐记得 自己的大徒弟花千术 好像收过一名弟子 便是巨天宗宗主之子 好像叫什么来着 忘记了 当初花千术 还特意带着来拜见过自己 也没有给什么见面礼 就随便指点了他两下 按时间算算 也有二三十年了 李云霄苦苦思索而不得 那小子到底叫什么来着 真是想不起来了 不错 李纯阳眼中露出一丝京剧的神色 肃然道 传闻 巨天宗宗主齐峰 乃是七秀镜的五皇高手 距离八荒镜五尊 也仅仅是一步之遥 而且此人 还是五帝花千术的清传弟子 即便是其他帝国的后台 也不敢轻易招惹 李云霄一阵恍然的模样 心中暗道 想起来了 就是叫齐峰 想不到他居然当宗主了 小花也进阶五帝了 这应该是在我陨落之后的事了 当时他还卡在八荒五尊之境 李纯阳一场小心地告诫道 云霄啊 日后若是你有机会去火无帝国 切记万万不可得罪巨天宗的人 巨天宗随便一鸣 内门弟子 即便是火无帝国的皇帝陛下见了 也得陪孝三分 若是我们得罪了 那绝对是灭顶之灾 李云霄轻轻笑道 放心吧 他们不来惹我的话 我不会去得罪他们的 李纯阳一阵昏倒 鸡毛说道 你这性格迟早会出事 就算惹了你 打落你满嘴的牙 也得往肚子里给我吞 在火无帝国范围之内 巨天宗可是绝对凌驾在皇族之上的存在 李云霄撇开话题说道 是不是五年一次的排位战又要到了 李纯阳生出一股萧然之意 陈深说道 不错 五年前那一场战斗 使得我国实力大减 最为明智之举 便是退出这次的上尉国争夺 虽然要上缴更多的赋税和资源 但对国家休养生息 却是难得之举 李云霄淡淡地说道 那我们可得加快速度了 以陛下现在的状态 怕是未必肯退出争夺 只有让岳王子上位 我才能说服他退出排位战 陈大生惊道 岳王子 李纯阳看歇了一声 将现在的局势和李家的决定 简略地说了一下 陈大生悲凉地说道 陛下如此对待忠良 当真良透了我等之心啊 可惜我这个将死之人 陈家以后就托付给大哥和允霄了 李纯阳悲从心来心如刀脚道 吴带放心 只要我李家在一天 陈家就不会倒 李云霄笑道 不过是极寒之毒罢了 用不着这么身里死别的 我看萧卿王体内也是这种寒毒 虽然不多 但也深入骨髓 你们应该是被同一人所伤 那人修炼的便是这种极寒气净 陈大生恨声说道 不错 正是百战国的第一高手 武王一小山 李云霄似乎若有所思 微微沉吟起来 先前在那个小院里面 老八身边有个武军强者 施展了一招兵系武器 似乎就是这种极寒气净 只不过修为不够 跟你体内的寒毒差距极大 什么 李纯阳大惊 目光渐渐冷了下来 某子当中杀气转动 我明白了 难怪这小子天赋这般出众 还会跑来我李府做低等下人 而且爬得这么快 他背后不仅有陛下撑腰 而且竟然还是百战国 一小山的人 李纯阳恨得牙痒痒 后悔道 早知如此 就该一早出手诛杀此人 现在让他逃脱了 怕是再难追杀了